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3月第一集的 《黑妹金融週記》 今天邀請了幾位嘉賓陪我 沒那麼悶 就是Ted和鴨嘴手 希望畫面看上去沒那麼齋 我們今天先跟大家回顧 上星期講了些甚麼 其實這幾個星期 相信如果大家有留意節目 都是講過A股 A股方面仍然 今個星期都是一個市場的焦點 過去幾個星期 雖然我都不斷提及A股會升 其實我都說到口水都乾了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很厭倦 因為經常講A股 但其實如果大家在A股市場上 有錢賺應該都不會悶 今個星期來說 A股都走光是非常之凌厲的 上陣今天更加是收在三千點樓上 升了百分之一左右 去到三千零二十七點 其實看到市場方面 也有很多好的消息方面發生了 上星期更加是有MFCI 提高了A股的比例 由5%提升到20% 令到港股回到第一個交易日 3月來說 都非常之好 有一個紅盤的走勢 MFCI的因子提高了到20% 顯示到A股的地位開始越來越重要 還有看財新的製造業P&I 明顯是有回升的跡象 令到中港股市 即將在3月的時候 有一個明顯的趨化劑 港股也收復前兩天的失地 因為上星期說到 科技股有些報告出來了 令到瑞昇有大插 還有很多不好利好科技股的因素 所以上星期有跌的跡象 不過說完MFCI之後 A股升之後 亦都帶動港股 我收到很多WhatsApp 都有問 究竟港股短期內 是否可以回到3萬點 上年大概在這個時間 大家都知道 恆指是去到一些高位的水平 現在距離3萬點 基本上只有1,000多點的水位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3萬點這個數字 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關口 反而是過了3萬點之後 守不守得住 才是一個很重要的情況 因為見到其實港股 今天來說 都是有一個先高後低的跡象 曾經升超過400多點之後 那個升幅 到下午顯著收窄 升回147點左右 只有28,959點收市 成交方面其實一直都很配合 看到中港股市方面 因為都很暢黃 連續不知多少天 已經超過過千億成交 從今天來說 還要去到1489億的成交 所以都是非常之凌厲的 大家儘管看著港股的情況 它是慢慢去回吐 但是都是慢慢會一步一步向上 相信是這幾個月來講 3月也有一個好的開始 看看上個星期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 這個突金會2.0 看到川普、美國總統特朗普 和北韓的領導人 金正恩先生 兩國元首到會面 過百名記者在外面 首後他們談判 大家都是非常著躍 究竟想知道最後能不能吃到午餐 又或者他們究竟能不能吃到午餐 結果很明顯 因為原來金正恩有人透露 金正恩在早上跟特朗普說過 要求全面解除制裁 因為這件事 可能特朗普突然間變臉 下午來講更加取消了午餐 還要被記者拍到黑漢黑面離場 大家都知道 其實未來美國大選就快到 特朗普其實對這件事也非常著緊 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其實他很想連任 之前曾經有很多報道 指出自己救過很多幾百萬人的財富 亦都覺得自己可以幫助美國經濟做了很多事 所以他對自己的連任非常有信心 其實兩國元首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聊天 這次來講也是簽不成這個約定 其實他有一些獨立的談判技巧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特朗普很喜歡到最後的時候 就說要延長這個談判的日期 其實就算大家可以學一下 一些談判的技巧 就算他很想簽這份東西也好 他都會去到某一個位置 就會停止 因為只要有少許的條款 不適合他自己 又或者有些地方需要再談過的話 他都不可以馬上簽 因為都關乎整個美國的未來 以及很多東西 所以就算大家在談生意的時候 想簽都好 都要搞清楚一些合約和tweet tweet中間的一些分清楚 先好去簽 大家都要留意著美國方面的談判 我們再聚焦 說回A股的市場 其實見到A股方面 這幾天升主要有兩個板塊 上個星期都有提及的 就是證券 上個星期提及的中週證券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留意 其實升了那麼多 可能大家都有點害怕 可能會很快回吐 其實大家的焦慮是沒有問題 因為內地人通常一放寬 就會去到一個非常之瘋癲的狀態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一些遺症 見到中週其實過去這幾天 就開始慢回來了 我上次跟大家提及的時候 突然是一枝墊 飆到三個多高位 現在在2.64邊邊的位置 見到內眷、內險 就休息了一天 上個星期 3月1日就再升過 平安保險、中國人壽、銀河、中金等等 都是升的 預期MSCI增加A股的比例 由5%到20% 有600至800億美元資金 分段會流入A股市場 所以大家都很關注 究竟對外開放之後 資金湧入市場之後 那個情況會更加 非常之旺 很暢旺的市場 其實大家今個禮拜 譬如這個節目 因為星期一 其實前兩天已經很想跟大家說 要留意中國人寶 中寶 在香港上市的編號就是 內地方面是601319 但如果香港這邊 中寶是另外一隻股份 這隻股份 其實在3月1日已經出了通告 大家可以留意 經過財政部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研究 將財政部持有的中寶的29.9億股 A股一次性 劃轉給社寶的基金 其實這不是最大的問題 最利好的消息 其實不是人力資源管理 希望將人寶的A股一次性給這個基金 而是財政部持股的比例 由67%會降至60% 所以會有更加多的資金出來 其實在香港上市的中寶1339 今天也去到高位 就是去到3.8毫半這些位置 其實這幾天都看到 它有一個不錯的升幅 不過這幾天 如果大家有留意資金盤號 看到一些基石投資者減持內險股 因為內險股升太多 所以他們就開始減持 但其實即將跟大家說 這支1339 可能在未來的日子 就會即將被納入恆生指數成分股 如果大家今天有幸看到這個節目 還可以買到少許的話 都希望大家有所斬獲 這支1339一定要送給大家 另外最後就跟大家說 上個星期跟過一些5G版塊 看到5G真的有所回吐 希望上個星期大家有走少許貨 看到孟晚舟 今天在幾個小時前 也有一個消息 就是說孟晚舟反擊 其實他已經接受加拿大的引渡 在聆訊中的同時 就被人用一些侮辱性的對待 包括收了一些手機 所以他就告回 從民事訴訟 告回加拿大政府 這件事都幾曲折離奇 究竟到最後會有甚麼事 上個星期二十七號 大家要留意財政預算案的情況 大家就一如蓋往 都說沒有派錢 不過其實波波說了很多稅務消息 包括減免財年度的商業登記費 就是二千元 可能對中小企有幫助 因為你去做一個BR 都可能要一定的收費 還有減了一些利得稅 減利得稅上下去到兩萬元 還有增封稅 和個人入息的入息貨稅 百分之七十五 上下去到二萬元 還有就是科技券 都加到四十萬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甚麼是科技券 其實科技券是 是給中小企去申請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科技券申請的程度 都有點麻煩 程序上都很久 不過樓市方面絕對沒有減額 今次就在財政預算案上 就沒有提及到 另外還有差在每季上限 去到一千五元 還有加了一些長者津貼 以及幫助一些DSE的朋友 免了一些考試費 其實大家要留意 樓市這幾個月都開始回暖 上幾個月 即五個月以來 其實樓市就有個下跌的趨勢 不過上個月來說 樓市開始回暖 就已經沒有再連跌 看到一些一手盤 以及二手盤都開始暢旺 看到樓市那麼好 可能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一下 一手盤最近也有很多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記得我剛才和大家說過 A股要減哪一隻 以及都留意一下 5G市場要減遲一點 今天大致上的重點就是這麼多 下星期再和大家跟蹤一下 拜拜 拜拜